低碳飲食的迷思 1. 何为低碳飲食? 低碳飲食是一种饮食模式 其主要特点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涉入量 尤其是限制高GI 血糖指数食物的涉入 例如糖和精致碳水化合物 2. 为何低碳飲食对健康有益处? 低碳飲食对健康有益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可以帮助控制血糖和而倒数水平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涉入 尤其是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减少血糖的快速上升和下降 从而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其他代謝性疾病 何谓代謝疾病? 代謝疾病是指与人体新陳代謝过程有关的一类疾病 通常涉及身体对能量的利用 储存和消耗的失调 这些疾病可以影响人体的代謝过程 包括糖代謝、脂肪代謝和蛋白質代謝等 代謝疾病通常包括糖尿病、肥胖、高血壓、高膽固醇和心血管疾病等 这些疾病往往相互关联 并受到基因、生活方式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管理和预防代謝疾病往往需要综合性的治疗方法 包括饮食控制、运动、药物治疗和行为改变等 3. 低碳饮食对健康有什么好处? 低碳饮食对健康的好处包括帮助控制体重、改善血糖控制、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提供更稳定的能量供应以及减少饥饿感 4. 低碳饮食与一般饮食有何分别? 低碳饮食与一般饮食的主要区别在于碳水化合物涉入量的控制 一般饮食可能注重于均衡涉入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而低碳饮食则更加强调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涉入量 5. 什么人需要低碳饮食? 需要低碳饮食的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肥胖者、代謝综合精患者 以及那些希望减重或改善血糖控制的人 6. 是否所有人都适合低碳饮食?为什么呢?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低碳饮食 例如,一些人可能需要更高的碳水化合物涉入量 例如运动员或怀孕婦女 此外,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目标也会影响是否适合低碳饮食 7. 一般人如果想进行低碳饮食 在没有专业人士指导下,应如何进行 如果一般人想要进行低碳饮食 但没有专业人士指导,可以开始通过以下方法进行 减少高GI食物的涉入,例如糖、白米饭、白面包等 选择高纤维的碳水化合物,例如全麦产品、蔬菜和水果 注意饮食中蛋白质和脂肪的涉入,以确保营养均衡 尽量选择天然的食物,避免加工食品和高糖饮料 监控食物涉入粮和血糖粉饮,并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 好了,这条片到此为止,下星期再见 感谢你观看此影片,如喜欢此影片,请免费订阅 点赞,留言及传阅,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留言及ój 请不吝点赞,订阅,请不吝点赞,订阅,赞,订阅,需要